大会获悉 由华南理工大学 济南大学 中山大学等单位 联合公关的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取得重大突破 全球首个医学生命组学质量控制标准 有望问世 这将破解精准医学不精准的世界性难题 现如今 基因检测已不是新前世 病人做基因检测可以有针对性的靶向治疗 健康人做基因检测 可以知道疾病风险 从而预防疾病 然而市面上的基因检测公司很多 同一个样本在两家基因公司检测的结果 却往往大相径庭 这样的话 医生是拿到这两份结果之后 是无所适从的 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精准医学在全世界 所面临到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为此 2018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重点研发计划 医学生命组学数据质量控制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由华南理工大学 济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等单位联合公关 目的是提高组学技术的精准性和稳健性 使精准医学能够精准起来 我们现在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 首先在基因组测序的上面 通过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个人基因组组装的直红标准 在转路组方面 我们将测序的定量误差降到了0.0053% 误差降低了大约1000倍 在蛋白质组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重复性达到了99.8% 而世界上之前一般能够达到65%到85%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随着这一项项成果的取得 并通过国际评审 全球首个医学生命组学质量控制标准 有望率先在中国问世 未来它将应用于我国的医学检验与科研领域 极大的减少诊断误差 提高研发效率 我们这个自控标准以及这个体系 对行业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和规范作用 那另外的话就是全面自主技术 也可以日防国际技术垄断 普通民众而言的话 未来可能会享受到精准医学带来的很多好处 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健康指导 在肿瘤以及其他重大疾病的 这个更加精准的防治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